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革命的枪声响起后 陕甘总督长庚和陕西巡抚声云就一直在谋划街谷一旦西北复辟 西南在当时差点就成了大清王朝的中兴之的 可这两位封疆大力的盘算 竟全部毁了一个小人物之手 不过他们没有为西北带来一位大清国的真龙天子 却意外成就了一个纵横民国的西北天子 除了 清军入关时只有十几万部队 却要统治有着上亿人口的各族百姓 所以清王朝的统治者一方面时刻紧绷着 非我族内其心弊异的神经 另一方面又随时准备退回关外老家 可是甲午战争的惨败 一下决了满族人回家的愿望 八国联军进北京时 慈禧太后只能带着光绪往西安跑 长庚是满洲郑黄旗人 声云是蒙古乡兰西人 这两位清廷的死忠分子被安排在西北 显然是朝廷的有意而为 陕西虽第一个响应蒙武昌习义 但这丝毫不影响清廷偏安西北的计划 骑兵早必然仓促 所以驻扎在西安城外三十里的前任 陕甘总督声允成了漏网之鱼 他带着人马成功跑到甘肃 与陕甘总督长庚会合 此二人在西北经营多年 深知革命党多位学陕和中下级军官 革命热情高涨 但行使相互撤肘 南城大事 他们在积极整军东征陕西的同时 还为了亲帝复辟 做起了长远的打算 那就是除了甘肃的地方十全派 近代西北最大的地方十全派 莫过于马家军集团 不过当时马家军的第二代领导人 马安良还仅仅是各中下级军官 手中的部队还是民团编制 并不是朝廷的常备军 马安良在铸清政府 平乱的几十年时间中 不断借助朝廷的力量打击一击 成功将西北的宗教权力揽于一身 马安良官职不高 但却足以左右甘肃政局 因此他也成为历任陕甘总督最忌惮的人物 长庚和声军打算是让马安良与革命军遇报相争 他们坐收于翁之地 于是将马安良的镇安军扩边位精锐西军 作为东征主力入陕西平乱 被停职在家的马安良不知事迹 立刻将手中三营人马扩充到十六营 他率不进入陕西 后一路势如破竹 但在前周却被革命党人张云山拦了下来 恰好此时清帝退位的电报发 到了长庚和声军的手中 这二人认为西北消息闭塞 西安已尽在眼前 只要能在短时间内击败革命党 便可为溥仪留条后路 于是加紧催促马安良尽快攻下贤州 声军有一封锁消息 但革命军的张云山 却为马安良送来了清帝退位诏书 马安良见大事已去 同时又对声军的一意孤行深感不满 当即决定停战一和 服从袁世凯的命令 很快袁世凯成为民国大总统 马安良凭借用力之功 顺利将干阻军政党 全握在手中 西北天子的称号由此而来 声军则逃到外蒙库伦 继续从事复辟活动 最后病死在天津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库伦